嗨,今天帶大家來看一下澳門的建築物 大家好,其實今天呢是我的朋友理髮店開幕 哇,就在這裡 這個是我的朋友Kingman Soso 霓虹燈,聽說這個是不是塑膠的 是上面去找這個師傅做的 誒,恭喜 這個美式的霓虹燈也很少見了 而且當然還是黑白的 這就是他們的理髮的區域 這是咖啡嗎? 這是咖啡嗎? 對 啊,酷 OK 讓我重新一下 哈哈 OK 好 好,謝謝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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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這就是咖啡 好系列 用中文來跟大家聊天 這樣子我就不用 上字幕我可以很快的出片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是 台灣跟烏克蘭的夫妻 然後我們有開了一個粉絲專頁跟Youtube頻道 大家經常會問我們一些問題 然後這邊我就可以跟大家做一些簡單的回答 那大家最常問的問題之一就是 你跟你老婆怎麼認識 在哪裡認識 或者是他們會更直接一點問說 去哪裡可以娶到烏克蘭老婆 或者是去哪裡可以認識烏克蘭女生 這個是我收到最多網友的問題 然後我就今天跟大家來做一個回答好了 首先你不應該先設定好 你未來要找什麼樣的對象 特別是國籍 因為國籍並不代表人品 人的性格 你應該要以人的性格為優先去尋找 說我想要找 例如說 喜歡戶外運動的女生 因為 這樣子你們未來才會有共通點 或者是 我想要找 喜歡 閱讀的 喜歡 音樂的 喜歡 看展覽的 喔 我眼睛一直起霧 喜歡在家看劇的 OK 這樣你們未來可以一起做這件事情 這樣比較好 勝過於 我要找一個什麼 國家的 因為國家真的不代表什麼東西 當然他們有他們的文化特色 但是像上一集我講的 同一個國家 同一個家庭 養出來的人都不一樣 同樣個性 所以記得 第一個先不要問去哪裡 可以找到什麼樣的人 先想你要的是什麼樣的人 那當然如果你真的要問說 我去哪裡可以找到烏克蘭 那我的回答就會是 當然就是去烏克蘭啦 很正常的 如果你要找哪一個國家的人 就是親自到那個國家去 了解一下當地的文化 而且 這邊就是有最大量的 當地人口 還有認識的人 越多 越有機會找到 你想要的那一種 適合你的 另外一半 那有些人可能會問說 那如果我不想要過去 我現在沒有辦法過去 有沒有辦法在其他地方可以找到呢 有 不管也是在台灣還是在中國還是在香港還是在哪裡 我相信當地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外國人在當地 但是 少 很少 非常少 非常非常少 他們有可能是 學生來學語言的 有可能是工作來做翻譯的 外商 那也有可能是 摩托 有可能是演員 舞蹈演員 舞者 譬如說像一些主題樂園裡面 很多的表演者來自烏克蘭 在這麼有限的人裡面 那你還要挑到適合你的 那當然就很困難了 所以有網友問我的話 我的建議都一定會是 去烏克蘭 如果你真的想要找烏克蘭人 當然我真的 講良心的話 我不建議台灣人想要找烏克蘭人結婚 因為 手續太麻煩 辦理結婚登記的手續太麻煩 當然如果你們不怕麻煩 登記文件什麼的話 也是沒有關係 然後 第二個是 多交朋友 不要找鄉親網站 不要找交友網站 大部分都是騙人的 他們有專業的 跟你聊天的人 然後 聊完以後就叫你 欸 我家 有點 我不夠錢啦 我不夠錢 我的手機壞了 所以不能跟你聊天 你可不可以幫我買一支新的手機 欸 我的祖母病了 需要一點錢 我沒有簽證 你可不可以 沒有錢辦簽證 你可不可以出一點錢 幫我辦簽證 這一些都是 交友網站 裡面的人用來騙錢的方式 小字 買 付錢辦簽證 再來是 買iPhone 再來是 買東西 大字 買房子 都有 不要相信 交友網站 不要相信 觀眾網站 他們的目的就是 你在上面 越長時間 對他們越有力 越 聊得越久 他們賺得越開心 很有可能都是 罐頭訊息 其實你都不知道 是誰在跟你聊天 那就是 複製貼上 機器人 或是更慘人 你在跟 你在跟一些男生聊天 你聊得很爽 這不是更慘 也不要相信 說什麼 他們沒有網路 什麼的 沒有辦法跟你視訊 這種話 因為 這都是話術 大部分的烏克蘭人 都有網路 而且 烏克蘭網路超快 超快 我在烏克蘭鄉下的職值 都在當遊戲實況主 所以 沒有什麼 沒有網路 這種話 OK 現在都2020年 2021年 大家都有網路 當他這樣講 很大的機會 就是在騙人 如果一個人 真的喜歡你 想要找網路跟你聊天的話 他一定會找到 既然網站上這麼多借口 就不要去那邊浪費時間了 真的要在網路上 你多去看看Instagram 他們都很喜歡玩Instagram 你就在Instagram上面 跟他們互動好了 多多看一下他們的貼文 翻譯一下他們裡面寫什麼 按個讚啊 留個言啊 不要一下子直接私訊人家 你在公開留言留久了 他對你有個印象 他會回應你了 再來私訊 所以回到剛剛 第一個 去到當地 第二個 多交朋友 交朋友是交正常的朋友 男生女生都要交 不要說 我去哪裡認識女生的朋友 男生女生朋友都要交 因為你的目標真的不是在 你認識這些朋友 而是你要先認識一些朋友 然後讓他們推薦當地最適合你 他們覺得最適合你的人 那個才是你的目標 多交朋友 朋友越多 你機會就越大 他們越了解你 他們就越會介紹 他們覺得適合你的對象 OK 你一個人要去路上找 要在 去到當地 要在路上找 真的太難 另外一個可能 就是 去你自己喜歡的 興趣的地方 有人問我 我就建議說 你喜歡什麼 他說我喜歡潛水 好啊 那你就去烏克蘭 去參加潛水 然後認識朋友 之後 也許你的朋友 會介紹跟你說 也是 喜歡潛水的女生 這樣子你們以後就有話聊 就有可能更進一步了 或者是 你喜歡看展覽 那你就去 正視看展覽的人 然後也許他未來 就會推薦你 同樣喜歡 或是你就會在當場遇到 同樣喜歡看展覽的女生 這樣不是更好嗎 對 很慢 沒錯 但是這個才是唯一解 不是什麼 在網路上看一些 喔今年幾歲 想要 生兩個小孩 然後什麼什麼 你話都沒有在講 你生小孩 講這些 對不對 共通點最重要 大家要實際一點 實際一點 我不曉得以前 是不是大家還停留在那個 花錢就可以買老伯的年代 時代已經不同了 不是只是用錢而已 當然錢還是非常有用 像我說 錢買不到真正快樂 自己要去尋找這件事情 沒有覺得太重要了 所以回顧一下 如果你真的要網路的話 不要去網路交友 不要去 不要去 你可以從 你可以從你自己當地 有的 這些外國人群體 開始認識外國朋友 那這樣 比如說你真的 有想要認識某一個國家的 你就多注意一下 這一類人 他們都出現在哪裡 那網路的話 不要參加網路交友 看看Instagram 不要私訊 多回他們公開留言 多按讚 多回公開留言 那最後就是 建議還是去到當地 了解當地人的生活 多交朋友 男的女的都要交 讓這些朋友最終 可以推薦給你 也許你喜歡的另外一半 適合你的另外一半 談的來的另外一半 條件真的符合你的需求的另外一半 藉由這些你交的朋友 來擴展你的交友圈 這絕對不是一條輕鬆 容易簡單 在家按按電腦 或是給錢給別人 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中間還有語言障礙 你要克服語言障礙 不是代表你把錢給觀眾 就可以解決語言障礙這件事情 不是說 給錢給他們 他們就可以幫你找到一個 年輕貌美符合你的需求 還會講中文 最好送到家子 這種服務 這是沒有的 天底下沒有這種事 就算有也不會輪到你 實際一點 因為如果你真的喜歡一個國家女生 代表你一定喜歡她的家庭 文化背景這些東西 就是你要去了解 你要去當地才能了解 透過聊天透過認識這個當地 我們未來才會有更多的話題 好這就是今天我們先聊的話題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